故事发生在1965年 这一天女子小红想到去世的小女儿苏西 边哭着情绪就控制不住了 不管丈夫迈克怎么劝 小红还是难掩悲痛 保姆也过来安抚一下 保姆说今天把少爷乔一从学校接回家 也是个好日子啊 您收拾一下一起去吧 见小红怎么也缓不过来 行吧那迈克就带着保姆去学校了 来到学校见到校长 校长言语中也是暗示 迈克你儿子是调养的差不多了 回家呢还是要注意一下 怎么说呢 小乔一好像对中年女性 有一种莫名的反感 正说着呢工作人员来叫乔一 乔一又是假装上吊自杀 把对方吓得不轻 交接告别后 迈克就带着儿子和保姆开车回家了 路上迈克就发现 儿子乔一真的是没大没小 就说保姆和学校的工作人员一样可恨啊 保姆听后赶紧儒雅的给少爷台阶下 迈克也让乔一道歉 这个事也就算了 回到家乔一就开始耍脾气了 自己就把床单铺好告诉妈妈 我可不需要什么保姆 晚上当得知这个蛋糕是保姆买的时候 乔一表示任何东西也不想吃了 那迈克也火了 你不吃给我滚回你的房间 关门前乔一也对父亲说 还好你明天就出差了 我真希望你明天车祸死掉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乔一就和地球上大部分熊孩子一样 很显然是从小被惯坏了 临睡前乔一还命令母亲把保姆叫过来 就希望保姆发誓自己洗澡的时候 保姆不可以开门进来的 保姆只能是从了 第二天吃完早饭 迈克就去出差了 打发下时间 乔一就翻到二楼邻居小花姐姐家聊聊天 聊着聊着找点乐子 乔一就带着小花回到自己家 示意小花把浴缸的水放满 再在水里摆一个趴着的洋娃娃 想吓唬一下保姆 保姆过来见状 恐怖的记忆突然被唤起 也是被吓得不轻 那小花就好奇了 你家保姆怎么怕这个洋娃娃呢 小红得到保姆的反馈 就数落了一顿乔一 见儿子没有认错的态度 小红就说 你父亲回来非打你一顿不可 晚上乔一又是干脆不吃饭了 小红一看 不吃你就顺你的觉去 晚上不要被我逮住去厨房偷吃啊 儿子走后 小红含着泪 还是把儿子那份给吃掉了 这一吃也不知道是吃撑了 还是食物中毒了 小红直接就晕了 还好小花的父亲是个医生 帮忙急救后就把小红送到了医院 医生也清楚状况 就质问着乔一 是不是往母亲饭里下毒了 赶紧坦白放了什么 医院那边也好处理 保姆边巴拉着也发现 乔一枕头下面 藏着的就是从自己药盒里面 偷拿走的催吐药啊 难怪保姆自己找不到 医生见状行吧 催吐药的话问题也不是很大 得到消息 小红的妹妹珍妮也赶过来了 既然小红已经被送去医院了 看来珍妮要在这里过夜了 珍妮和乔一吓了一会儿 其咎感慨 小姨吓不过你的 早点睡吧 听到乔一又要保姆发誓 洗澡的时候不可以开门进来 小姨就数落着 谁给你惯的呀 看了一会儿报纸 珍妮躺沙发上就睡着了 大概几分钟后 乔一突然过来拍打着珍妮就说 保姆进房间里了 她想压着我的头要淹死我呀 珍妮一听实在觉得熊孩子真够烦的 保姆怎么会做这种事呢 直接就给了乔一巴掌 这么一激动 珍妮的心脏病就犯了 挣扎着 还好保姆过来健壮 拿包里的药拯救了珍妮 乔一就趴窗户找到了小花 还是声称保姆要害自己呀 小花主要还是好奇 小屁孩整天刀逼刀的 您倒是给我讲清楚 你跟保姆有什么仇有什么怨 为什么保姆害怕那个洋娃娃呢 乔一就科普了 大概两年前的一个下午 当天父母都外出了 保姆的侄子就是在家照看我们嘛 但乔一看到保姆 不明原因出去了 自己玩着火烧啊 妹妹苏西过来想一起玩 乔一心情也不好 就把妹妹赶走了 那苏西也很无聊 就拿着洋娃娃 去洗手间的浴缸玩了 想给娃娃洗个澡 拿肥皂的缝隙 娃娃就掉到了浴缸里 由于身高不够 苏西就搬了桌子 垫着想把娃娃捞出来 刚爬到浴缸边没有站稳 苏西就摔倒到浴缸里晕了 这时说来也巧 保姆回来喊着孩子们洗澡了 就过来把浴缸的水放满了 浴连拉着也没有来得及看 那后果可想而知了 保姆在发现的时候 苏西已经挂了 但乔一就觉得 当时自己也目睹了 就是保姆故意杀害了自己妹妹苏西啊 如果乔一说的都是真的 那也解释了为什么乔一这么恨保姆 和小花讲完这个故事 回到家乔一就被小姨拦住 要给保姆道个歉 乔一就表示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为什么要道歉呢 回房间 乔一还用绳子和柜子 做了一个简易的警告装置 好方便自己第一时间 直到有人闯进来 后半夜 珍妮睡得满头大汗 大概是做了噩梦吧 惊醒后出来想喝杯茶 珍妮就发现保姆 怎么拿个枕头 站在乔一门口呢 保姆就解释着 我就是想给少爷换个枕头啊 让他睡得舒心一点 边倒茶边聊着 珍妮就发现了蹊跷 保姆你不是远诺 乔一洗澡的时候 你不去打扰的吗 刚刚你该不会去了吧 保姆一听 喝杯茶吧 赶紧睡吧 瞎说什么呢 珍妮说离我远一点 我想清楚了 我姐姐食物中毒 就是你下的药吧 让我看看这个枕头 珍妮呼喊着上前抢夺 一个激动 心脏病又犯了 看着保姆的眼神 珍妮清楚 这一下保姆是不会救自己了 就赶紧用尽力气 爬回房间想拿药 保姆就在旁边淡定的跟着 你慢慢爬吧 好不容易爬到床上 保姆拿着药就说 很抱歉 这一次药不能给你了 怎么回事 难道保姆就是那个蛇蟹女人吗 乔一说的都是真的吗 给珍妮擦擦汗 趁珍妮还有微弱的意识 保姆就坦诚了 两年前苏西死的那天啊 自己为什么要外出呢 当天按照职责来说 自己是应该照看乔一和苏西的 但是当时一个陌生医生打来电话 对方声称情况非常危急 必须要保姆过来看看 那按照位置 保姆就打出租车就去了 到地点一看 原来是一个私人诊所 床上躺着的就是自己的女儿莉莉 医生说别摸了 你女儿已经死了 之后医生言语中也质问着 你个大保姆整天照看别人家的孩子 自己女儿都来不及照顾吗 你女儿怀孕了 想把孩子打掉 求救了几个医生吧 那些用医瞎操作 就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 到我这里 我抢救了几个小时也没救过来 听着医生的叙述 保姆悲痛中全是懊恼 也许懊恼的是确实亏欠了女儿太多 没有尽到母亲的责任义务 也或许是不该为了待在小红家 隐瞒自己的个人情况 怀着这种心情 保姆回到小红家 还是收拾了情绪 想做好本职工作 说着要给孩子们洗澡 之后就确实像乔姨说的那样 保姆一个疏忽 放好水 在发现的时候 苏西已经淹死了 我们不清楚当时警察来了 怎么处理的 很显然保姆应该是撒谎掩盖了过去 警察肯定是不相信乔姨的话 那乔姨就被送到了学校做心理辅导 那现在的此时此刻呢 保姆就坦诚自己已经没得选了 必须要做掉乔姨 不然哪天就暴露了 来到乔姨的房间 一开门 小装置一带动 乔姨就察觉了对方 乔姨见状 死老太太终于要对自己下手了 赶紧要翻窗逃跑 保姆麻溜的拉住乔姨的腿 一个意外 乔姨撞到桌子就晕了 保姆把乔姨抱到放满水的浴缸 想用妹妹苏西死的方式带走乔姨 可这是看着水中的乔姨 保姆最后一刻还是醒悟了 赶紧把乔姨从水里抱出来 痛苦的忏悔着 保姆说 少爷我不该这么对你的 乔姨醒来后 吓得就赶紧跑开了 保姆最后来到房间 看着苏西小时候的照片 这么一个可爱的女孩 她本应该拥有美好的未来 但两年前悲剧的那天 带走了这一切 所幸的是乔姨求助医生 医生来到医院和小红 科普了这一切 经过这一晚 熊孩子似乎也懂事了 乔姨就对母亲说 我没有给你下毒的 关于对保姆有敌意呢 我也道歉 以后我要学会烹饪 给您做好多好多好吃的 不再惹你生气了 小红感动的抱着儿子 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 看来长期对儿子的包容和爱 终于有了回应 小红感动的抱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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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